2020年的余额已经不多 每年年底 不论是公司或者是个人 总会对这一年过程的努力进行一些总结 娱乐圈一年里新人层出不穷 竞争更是相当激烈 因此每个明星都会奋力往上爬 用作品来赢得观众 获得商业资源 那么2020年 哪个明星最受欢迎呢 又是哪些人成为黑马 在这名利场上站得一席之地呢 在所有榜单中 明星权利榜算是最有代表性的榜单之一了 排在第一的肖战 票数是42699票 这是相当的惊人 并且成断层式的领先 比位居第二的王一博相差快有四倍之多 肖战是凭借陈情令走红 R7事件让他无辜躺墙 商业代言影视剧拍摄综艺节目 一时之间全部被按下了暂停键 连本来要上线的作品 余生请指教 多罗大陆等也一直延后 不过随着最美逆行者的开播 王牌的拍摄 肖战的商业活动也在逐渐恢复了 之前代言的百味啤酒 在一个小时内就倾销了 好多想买的粉丝都还没出力 在肖战成绩的这八个月里 粉丝也是卯足了劲为自己偶像蓄力 排名第二的是王一博 他与肖战同是因陈情令而出名 今年的基因节 他还获得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与赵丽颖合作的尤斐也即将上线 人气飙涨啊 王一博是目前上榜男星中 代言个数最多的 看这个列表画面也是吓了一跳 排名第三的任嘉伦应该说是2020年的一匹黑马 非科班的他从作为练习生去韩国 各种原因解散回国发展 之后机缘巧合下走上了演艺之路 大唐荣耀之后开始有点名气 不过耿直的他在事业刚起步时 就官宣了恋情 之后也大方的宣布当奶爸 导致人记忆落千丈 不过今年平地锦衣之下 饰演锦衣为路易 眼神开车为表情丰富 堪称表情包教主 宝藏男孩开始迎来了他的春天 之后秋缠木白手上映 不管是谍战片还是武侠剧 他都是剧抛脸 被粉丝们称之为一刃千面 除了前三名 排在第四到第六之间的是 朱伊龙 李线和邓伦 他们的人气都非常的高 排在第七的是诚意 应该算是季晨嘉恩之后的黑马 出道多年他一直不温不火 暑期仙侠祖琉璃 小爆了一把 他饰演男主鲁斯凤 女主爱而不得 经历九生九世的略念 依旧不放弃 成绩在剧中经历各种生死 他的深情与无私打动了万千观众 被称为八月男友 之后长安乐无控上映 依然是一个为爱隐忍的悲催角色 这一份长情可是圈了不少粉哦 排名第八第九的分别是魏大勋和宋威龙 排名第十的是罗云熙 之前他凭借了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反面角色润玉 被大众熟知 古装扮相 温润帅气 被誉为翩翩少年 与陈玉局的月上宠伙好评不错 之后搭档白鹿演绎现代题材 半是蜜糖半是伤 解锁各种恋爱的姿势 把观众填得一脸糖 算是个小火爆吧 以上哪一位男星是你最喜欢和支持的人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不要忘记给画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点赞评论订阅 我都要 谢谢观看 拜拜